你代表我自己怎么样 我去人错过来 我就会过来 比如说我这个 我先去找回座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树 最近国内的一群小粉红 在列车里对一名男子大打出手 就因为他们觉得这名男子 有涉嫌辱华的嫌疑 不过目前我们也不知道 该男子到底说了什么 怎么辱华的 但是从双方的对峙中 可以明确是该男子 在和旁边的兄弟聊天时 说了一些触及小粉红的敏感话题 以至于他被出征 那还是老样子 我们先看原视频再吐槽 阿贵 汉杖 你说是中国人 汉杖 你都填走我 马来说我们道歉 谁道歉的那个 你啊 你想干嘛呀 马来说我们道歉 道歉 你道歉 你想干嘛呀 老毛 马来说我们道歉 道歉 快点啊 道歉 道歉 马来说我们道歉 再来 你上出来就听见你嚼嚼嚼 交 你上出来就听见你嚼嚼嚼 你不说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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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说话 不要钱 不要钱 我又说话 钱 我又说话 我下了 哥们 哥们 这他没什么 是 说 不是 不是 他们这里硬说 你妈全部卖我们中国人 知道吗 都不是叉 他们 是中国人吗 你妈是野鸡 把你删到中国来了 你有罢了吗 你 就是听到不顺眼了 我叫你不要说 不要说了 听到我一件事 你太激活 你的激活不重要 你听到了别人说中国不好 你就让人家闭嘴 你就诛杀别人 那法律都是你们家开的 是不是 你想用什么样的方式替天行道 就用什么样的方式 所以呢 可以看到啊 中国小粉红呢 普遍呢 都没有法律的意思 他觉得 只要别人说 中国不好 我去替中国替天行道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站在我的背后 你去把这个大哥打死 你看看你要不要负法律责任 粉红大妈最开始说的这句 我们能代表我们自己 我就是中国人 你说我们中国就是不行 其实呢 这句话呢 就已经回复了该男子聊天的内容 我们大致呢就可以猜到啊 这名男子呢可能就说了一些 比如中国人不能代表自己的这种言论啊 还有就是中国的局势多么多么糟糕之类的 所以呢就被出征了 那看完了这个视频之后呢 我觉得还是蛮恐怖的啊 就是大家有看到啊 其中一个大妈呢 就掐住了这名男子的脖子 在这片土地里 因为一些言论可以要一个人的命 在小粉红的眼里呢 只有国家的好 不允许任何一个人说国家的坏 但是他们自己可以说坏话 可是从你的嘴巴里说出来 他们就会要你的命 所以呢 这显然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度啊 那这里呢我想说啊 就是说我且不说道德啊 就是说人不是猴子变的啊 他们都理解不了 因为他们听进去的内容 可能就是你在用猴子来形容他们啊 你是在辱华 可是呢 我说的这句话呢 要从科学家的嘴巴里说出来啊 他们就信了 所以呢 科学家说他们是从猴子 或者是猩猩演变的啊 他们不但不会生气 还觉得理所当然啊 那其实呢 关于中国人的问题啊 我也多次表过态啊 那我是发自内心的 不喜欢和中国人相处 但是呢 我并不是歧视他们啊 而是他们的生存方式 和相处方式 会让你觉得待在他们身边的每一秒 都好像是在坐过山车一般啊 很多时候除了不讲道理就算了啊 他也会用道德去绑架你 就像给你套了一个圈似的啊 套着你走 就在这个圈里啊 你会逐渐的丧失自我 而且呢很多时候呢 国人讲话呢 他是话中有话的啊 你每一会儿这方面的训练啊 人家一讲话 你根本就听不出来个所以然 所以呢 你就很容易得罪他们 刺激到他们的玻璃心 而且呢 在他们的眼里啊 就显得你非常的低级啊 很容易被拿捏 所以呢 我觉得和他们在一起呢 就是非常的伤神 就我宁愿选择在田里种地啊 也不愿意坐进办公室 跟他们吹着空调 因为在我眼里上班只是打工而已啊 越简单越好 如果我上班呢 和他们勾心斗角 那么回到家里呢 我也必然会因为这些勾心斗角 而搞到我心神不宁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愿意和我们的中国人相处 这个呢 就是最主要的原因 那好呢 下面呢 我们再来说啊 这个穿15元的鞋 却给家乡捐了1000万的军人啊 我们先来看看视频 武汉的一家银行刚开始营业 就迎来了一对老夫妇 他们一开口就要给外地的一个账号 汇款数百万元 为了防止老人上当 银行工作人员悄悄报了警 文迅赶来的民警了解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这两位老人 马旭和他的老伴颜学雍都已85岁高龄 家住武汉 是部队的离退休干部 准备汇抽的钱是一笔捐款 他们计划把毕生积蓄1000万元 分两次捐给马旭的家乡 黑龙江省木兰县 习主席提出了精准扶贫 我应该带头的想要带头去做 而且应该尽量的实实在在的放在心眼里边把它做好 还有今天全靠的是家乡送它干部 没有家乡送它干部 你给它照就完了 它不会有这个 我这个还少呢 我在报纸上看人家那个有钱人大商家什么的是吧 人家都接一亿啊 我家里最值钱的东西 这是我搞科研那个打的柜子 将近五六百块钱吧 最近两年我买了一双鞋 我花十五块钱买一双 这是人造格 我给我家乡赚钱呢 我一生一毛赚起来的 我这鞋我跟你说 我已经买了粘胶了哈 等天气好了 我把它洗着洗着算再粘呢 还能穿呢 我们不能说牢了 等着国家养活我们 要牢有所为 牢了也做贡献 一个人能力有大小 我要是能力大的 我多贡献一点哈 因为我能量就这么大 我就少贡献一点 总是要想着国家 想着人民呢 我们且不说啊 这两个老夫妇啊 捐出的一千万是真是假 但是这显然是一个 非常感动小粉红的中国故事 那和所有的中国故事一样啊 这里呢 有最煽情的 就是穿折军装 去捐一千万的这个举动 还有呢 就是十五块钱 穿烂了都不舍得丢的鞋 还有呢 就是为国家和人民超税了心 所以呢 从小到大呢 就一路看这样视频的我呢 就会让我觉得非常的不感动 因为老太太的两句话 就让我所有的感动 就瞬间变成了质疑 她这个视频是在造假的想法 那这个老太太呢 一个就是前面大家听到的啊 她要响应习近平的精准扶贫 那另一个呢 就是我们不能说老了 等国家来养我们 我们要老有所为 这两个呢 都是习思想政策啊 大家想想啊 中国人的命运啊 就是驴的人生啊 我记得呢 我以前说过这样的事情啊 就是倔强咱就不说了啊 但是从出生干到死 就哪个国家像中国这么变态 孩子一出生就是在竞争 学习写作业 连体育课经常都被文化课占用 然后告诉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动不动就奖励你个大红花 所以我都不知道啊 中国人到底要往哪里爬 才能爬到那种天天向上 你天天向上 你要上到哪里 我就觉得很奇怪啊 很多人一生都是无所为的状态 到人家老了 走不动了 你提倡人家老有所为 那年轻时候你们干嘛去了 对不对 是不是都忙着把人抓监狱里啊 防止这群人大有所为呢 这就是红社会非常恶毒和变态的做法 所以呢我一听啊 我就觉得恶心 发自内心的觉得恶心 当然呢 这二老突然登上了这个头条呢 便引起了我更多的关注 那后来呢我就一查啊 这个新闻 这个事情是在2019年发生的 那么大家想想 红社会为什么要突然间把这二老推上头条呢 而且是四年后的今天再次把他登上了头版 老太太之前讲了什么 响应习主席的号召嘛 对不对 所以必定呢就和习主席是有关系的 而且他们捐赠的地点是黑龙江 所以这一点呢就正好和 宇白大帝最近走访黑龙江就关联在了一起 那么搞来搞去捐这个一千万啊 实则就是凸显宇白大帝啊 拍宇白大帝的马屁 所以恶心的中国故事呢就是在泯灭中国人的善良 那么宇白大帝啊 到这个黑龙江他关注的是什么 粮食 为什么红社会要把所有的篇幅用在这个地方啊 其实捐一千万也好 凸显这个宇白大帝的这个功绩也罢啊 帮助黑龙江产粮才是重中之重 大家可以看这里啊 2022年黑龙江的产粮种子 在红社会的记录里是占全国的11.3% 而且是连续13年都在帮手 可是今年的黑龙江大水呢 就断了中国人民的粮食 那么大家想一想啊 这11%是不是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老百姓吃的得不到解决 那必然就会造反 所以呢红社会才开始抓这一块 可是好死不死啊 带头抓这一块的 竟然是我们的宇白大帝啊 亲自不属 可是呢大家有注意到啊 红社会呢 并不是在落实和实施一些专家的想法 而是宇白大帝的想法 可是大家想想 宇白大帝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所以一昧的按照宇白大帝的思想 去落实的话 就会出现问题啊 所以呢我们可以预见啊 黑龙江呢很快就会凉凉了啊 而且中国的粮食 可能会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 因为红社会响应的是宇白大帝的思想 并不是重粮 所以呢咱们往后看啊 宇白大帝呢要不搞死黑龙江 就不叫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红社会的终结者 大家可能有听到过啊 谁谁讲这个铁板头的预言啊 说这个白羽之鸟啊 将撞死在山上啊 那白羽呢其实就是习嘛 所以呢就说这个宇白大帝啊 最后会撞死在这个山上 这个鸟呢不是谁谁谁打下来的啊 它是人为的撞上去的啊 属于自杀的行为 嘿你看这一点是不是跟我们的宇白大帝 如出一辙 还有呢就是有人解读推背图 就发现啊 其中有一句话呢 说这个有一军人身带功 只言我是白头翁 他觉得这句话呢也是适用于宇白大帝的 比如说弓箭嘛 使者就是火箭啊 这个白头翁呢 说的就是宇白大帝 但是不管怎样啊 实际呢按照宇白大帝的发展来看 啊我真的相信这些预言的真实性 因为宇白大帝走的是老毛的路线 可是呢我觉得宇白大帝呢是愚蠢至极的啊 因为相比毛时代啊 信息透明度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而且中国人已经完全演变成了人吃人的时代啊 所以呢宇白大帝呢就比毛在反美的路线上更加偏执 在骇人的路线上更加没有变通 也就是说呢一条黑路走到黑了 所以呢我相信宇白大帝一定是当代的后裔 要把红太阳射下来的那个人 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